我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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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猜猜 我猜猜猜猜 唐欣与老徐的测评泰姆 哈喽今天是伙伴们的唐欣 旁边是一点言说的老徐 之前在我们测评自热包仔饭 自热螺蛳粉的时候就有很多小伙伴说 那我们测评一款自热米饭 然后前阵子我无意中发现 就是老糖酸菜面的那个捧衣 他们出了自热米饭 我们今天这个自热米饭是三个味道 公报鸡丁 土豆威牛腩 小香菇烧肉 然后我们现在一起 把他们给烧了 然后吃一下 我现在好饿啊 面前的三分饭已经好了 我面前的是公报鸡丁饭 它的小菜跟那两个不同 它是花生 然后加在了公报鸡丁里面搅拌一下 就变成了真正的公报鸡丁 另外两款都是榨菜 对 它我已经忍不住 我要试一下这个汤汁浇到饭上的感觉 我觉得它真的好香啊 我自己是很喜欢 就是菜跟饭分开的这种组合 很多自热米饭都会把菜包直接浇在那个米饭上面 就会弄得像一团酱糊 对 然后那种米饭就没有本身米饭这种香味 就给人一种全部在吃酱的感觉 吃完以后又油腻 然后嘴里又是酱的味道 就很重很咸 但是它哦 如果你喜欢饭 酱的人就可以把调料后面再扔到饭里面 如果你比较喜欢单独吃 那就可以饭归饭 菜归菜 没错 公茂今天我刚刚吃了一口 它没有很重的辣味 有一点点的辣味吧 然后它的鸡肉都是大块大块很嫩 很好吃 好吃 多汁的杏包糊搭配上嫩嫩的鸡肉 最后还有那种脆脆的花生的口感 就是很香 它的鸡肉是那种煮得非常软烂的 然后由于花生是刚刚放进去 所以真的很脆 它的米饭我要给很高的分数 它的米饭不是那种煮好的饭 然后是直接加热的那种 它是用米 然后加水然后加热的 我还尝尝 它的堵豆喂牛肉 嗯 很好吃 这个更好吃 汤汁的有牛肉本身的食材香 没有那么多添加料的味道 然后吃起来的话很鲜甜 不油腻 因为公报鸡丁说实话 是一道炒菜 所以它的公报鸡丁和真正的公报鸡丁是有区别的 对它汤汁比较多 哦好吃 土豆炖牛肉本身就是炖菜 你知道吗 所以它炖的非常到位 嗯 它的那个煮肉啊 实实在在在嘴里画开 哦 嗯 很好吃 这个超有灵魂 这个好像真实煮的饭 嗯 这个比我妈做的好吃 希望我妈朋友看到 嗯 接下来我们吃 第三个 小蘑菇烧肉 小蘑菇烧肉呢 它是五花肉 它是有肥肉的 但是肥肉的话 就是能接受 就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多肥肉的 嗯 然后会有这种大颗的白云豆 然后还会有小香菇 它这个香菇好可爱 嗯 它香菇不是那种脆的 但是属于那种 也挺鲜活的口感 嗯 鲜嫩多汁 嗯 我试一下 我自己是不爱吃肥肉的人 我试一下他家的这个肉 如果你平常是比较 不喜欢吃肥肉的人的话 我觉得这款不是特别推荐 它会比 前面吃的那两款 都要油一点点 汤汁也油一点点 腻一点点 哦 这个时候不得不说它的榨菜 它榨菜属于那种 挺嫩的 然后是鲜 鲜咸味的那种榨菜 不是带辣味的榨菜 嗯 其实他家的饭真的很好吃 饭本身好吃就赢了 嗯 我自己特别不能接受去那种餐馆 就是点米饭不好吃 这个米饭真的很重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一开始我们有个食书包 是放在米饭上面的 我一开始在说 那个米饭里有菜 不是会很奇怪吗 但是其实不会 它煮开了以后 是待在米饭最上面 它的话吃起来 其实没有那种突出的味道 但是呢 它是有自己的口感 就南瓜的口感 跟豆类的口感 还是蛮不错 而且那个 放在上面显得那个颜色很好看 哦对 总的来说 自己最喜欢的呢 就是这个土豆烧牛肉 真的超级赞 我自己最推荐的是公豹鸡丁 真的 土豆也很好吃 但是会清淡一点点的口味 然后公豹鸡丁 它是带着一点点酸味和辣味 会更加开胃 嗯 好啦 下期再见 886 No I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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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